集合起来 能够是学校里面 学生想学生 家长想家长 老师想老师 而各尽本分 今天我们很高兴 请到有名主持人 叶苏山小姐 叶小姐你好 叶小姐你好 还有我们的圣言法师 叶老师好 你好 师父阿弥陀佛 我想请问一下叶小姐 您是一个新闻工作人员 那是不是先请你谈一下 那个亲子关系的疏离 会不会是造成 这个校园暴力的原因之一呢 我想身为记者 对于几个社会事件 印象总是蛮深刻的 或许观众朋友会记得 在几个月前 台北市有一所国中 曾经有发生 这个男同学跟女同学之间 所谓的性暴力的问题 当时引起社会的震撼 那身为家长的我 当时一方面很忧心 在一方面我也注意到 一个事实就是 很多的家长 包括这个施虐者 这个男同学的家长 跟被虐者 女同学的家长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观点 就是我每天把孩子 送到学校 我都认为他在学校里面 很安全 但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没有告诉我 男同学如此 女同学也是如此 所以女同学受了领路 没有告诉爸爸妈妈 男同学做了这样的事情 也没有告诉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觉得说 奇怪 我每天把他送去接回来 为什么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都不知道呢 当时我就在想 父母亲跟孩子 究竟有没有话说 所以真的这个事情 我后来感触很深 我发现呢 很多的爸爸妈妈 以为把孩子 送到学校里面 就了事了 他们又想到 他要跟孩子交谈 要进入他们的心 怎么样赢得孩子 愿意跟你交谈 把心里面的话告诉你 我想这个动作 可能是现在很多父母亲 比较欠缺的 大家都说 很忙很忙很忙 我自己也很忙 所以我常常也在检讨我自己 会不会因为忙而输过的孩子 真的心里在想什么 我就是只有一个女儿 然后 跟我一样 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 妈妈 我在香港的时候 写过那个专栏 那我都经常 因为每天写 没什么好写 我就写 我跟我女儿 相处的事情 因为接到很多妈妈们的来信 说他们的女儿在 特别是在这个青年期的时候 做很叛逆 他们那个出门的时候 不肯让妈妈跟 说妈妈要跟到 因为你如果一定要跟我出去的话 你必须在后面 三步 然后三步 对 那问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跟女儿相处得好 我说就只有两个字 就做他们的朋友 如果你做朋友 听他们在想些什么 在想讲什么 那个想要什么 然后你们无形之中就会很接近 那我相信就是这个疏离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师父您说呢 我是因为是出家人的 没有孩子 但是有很多弟子 很多弟子 但是呢 我去出道的许多的这个弟子们呢 他们如果很善于照顾孩子 从小的时候啊 能够啊 对孩子的心象 乃至于宗教的信仰 都能够照顾到的话 像这种问题 打个不回发生 但是呢 现在一般的人呢 认为孩子们的宗教信仰 让他长大了以后再说了 所以说呢 这个父母虽然有宗教信仰 孩子们被病啊 愿意接受 甚至于呢 孩子们对父母的宗教信仰 有一种这个批判性 有一种康拒性 那么这一些都是像你们二位啊 说说的啊 这个对亲子之间呢 疏离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现在有一些问题是这样子 这个父母都很忙啊 不管是双亲的家庭 或者是单亲的家庭啊 父母都是在外边呢 有工作 那么同时呢 现在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呢 住的环境呢 也都非常的小 那么不像我们乡下的时候啊 小孩子可以好好地在外边的田里边呢 可以玩的空间蛮大的啊 就是玩泥巴也不错的啊 但是现在呢 因为家庭的这个环境很小 那么这父母呢 在家里边照顾孩子的时间也很少 甚至于在假期的时候啊 父母能够把时间给孩子的也不多 那么因此呢 有的父母就跟我讲 这是怎么办呢 生了孩子又不能不生 生了孩子又有密度的时间 在我的意见呢 孩子们是这样子的 不是说你全部把时间赔给孩子 但是呢 你从一天的时间 或者是两天的时间之中啊 跟孩子谈谈话 一句两句也好 如果是把孩子啊 放的不管他 上学校就要让他学校去 在家里的时候做功课 让他做功课 那么其他的都不管 这要给他钱 其他的都不管 这要饭吃 给他饭吃 给他衣服穿 其他都不管 像这样子的情形 孩子们会有问题 孩子们呢 会寂寞 孩子们呢 不知道方向是什么 所以是呢 有这些问题的啊 那我也知道啊 有一些父母啊 现在 比如说有一对父母啊 现在他们住在加拿大 是已经在加拿大了 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 他母亲是一位艺术家 他有家里的两个孩子 这个弟弟非常好 这是哥哥啊 怎么样子也不听话 甚至于在家里偷钱呢 在外边呢 打架了 他们这个孩子是非常好 非常坏 怎么样子教也教不起来 那是学校里面 好几个学校啊 换了学校 换了学校 转学转学 都是被开除 开除以后 这个另外的学校 最后没有人 没有学校可以收他了 后来他们说 这个孩子转办了 想杀掉他 我说这个孩子是你生的 我说把这个孩子带给我看一看 后来这个孩子见了我以后 他本来不想来 不想见我 他是因为是他父母的师父啊 他不愿意见 后来呢 约他的阿姨把他带过来 但他见我以后呢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 我说很谢谢你 我说你没有错 你的父母有问题 因为你的父母有问题 所以你变成这个样 对不对 他说是哦 他说我没有问题啊 他说我的父母是 这个没有把我当人呢 我从这样子的话 切过以后呢 慢慢慢慢地谈谈谈谈 然后呢 我叫他可怜他的父母 叫他同情他的父母 然后呢 渐渐渐渐渐 现在有 他的父母也改变 父母没有对孩子 是这样子的要求 这么的看法 我可以补问一个问题啊 如果从轮回的观点来看的话 父母亲跟孩子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因缘复杂 因缘复杂 常常有人怎么说呢 这个简单地怎么讲 说可能呢 是全身呢 是你家里的什么人呢 所以是呢 你现在又做了你的什么人呢 这个不一定的 不一定啊 我们过去是 有无量无数的过去是 也并不仅是 就是在地球上的 我们这个几千年 或者几万年 我们在他方世界啊 也有世界 也有众生 也有人啊 那么从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地方啊 在不同的时段啊 彼此之间 多多少少都记得缘的 是不是记得什么 夫妇缘啊 父母缘啊 被定 但是有因缘 所以聚会在一起 有的的确是互相抖磨 没有错啊 有的是互相帮助的 但是呢 我常常怎么讲 就是来互相抖磨的 如果你学了佛 你把它当成了 这个有佛杂来看了 那就是说 这个亿缘 本来是来讨债的 结果呢 组成了互相啊 帮助来修道的 这就是佛法里讲 冤家 一切 不一切 简单 天然 纯素 法谷山资深主厨 教您做出 充满妈妈味的米料理 简单的米饭 也可以千变万化 让家人吃出感恩与欢喜 那各种各样的学说跟力论 东方的西方的 有的时候要跟孩子做朋友 有的时候父母亲是掌握孩子一生的 也有人说 像师父曾经说 其实父母亲呢 是帮孩子在起跑点上一个助缘而已 是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那有的时候作为父母亲的 真的有点莫衷一世 不晓得该怎么听 就像我们佛教讲 人跟人之间其实是一种缘 对不对 父母亲跟孩子应该也是缘 但是我过去听了很多 比方说 也许排命盘了 命格了 说这个孩子 天上来就是要磨这个父母亲的 甚至要克父母亲的 这父母亲受到这种 所谓的这个 命格命盘了 或者算命的影响 对孩子就会有一些 这个负面的一种感觉 所以到底对孩子应该怎么样的态度 是最正确的 他不是我们的财产 没错 但是我们对他要负责任 怎么负起这个责任来的 的确是像刚才一小姐你说的 这是算命 就把他已经判了刑了 等于是 认为这个孩子就是来讨债的 就是来给他折磨的 就是来对父母是不利的 那父母的心里边的影响 对孩子不会好 而孩子从此以后 也抬不起头来 但实际上呢 一个人呢 到了你家里来 那不关他是怎么来的 都是来帮助你忙的 使得父母能够成长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常讲 好的孩子到你家里来 你如果说 你这个父母啊 从来没有担心 这个父母可能呢 找到老啊 不知道什么父母怎么做 连这个父母 事实上好像没有成长 如果有个孩子啊 是老实来使你麻烦 是的 你各方面都要照顾他 随时随地要照顾他 不管他是低能 或者是聪明 就给你捣蛋的时候啊 你一定会很痛苦 但是呢 从痛苦之中啊 是知道做父母是多容易的 那既然做父母是不容易的 你父母的责任权站起来 所以我常常对一些 抱怨孩子的父母啊 我就劝他们了 我说孩子来 是来助你成长的 所以还要感恩他 你不要把他当成鬼 不要当成讨呆鬼 而是来帮助你成长的小菩萨 如果是以这种心态 来看孩子呢 孩子自然而然呢 他会要改变 对父母的一种爱呢 他会体会到 被电从语言上 一种心态上呢 你把孩子啊 当成是个菩萨来尊重他 叶小姐我想请问 问你一个问题 那个你利不利爱你的小孩 因为你是独生女 对我也先问你 你是不是很利爱 我不利爱 我觉得我很利爱 说实话我必须要检讨 我常常在检讨我自己 有时候我看到我孩子啊 只要妈妈在的时候 好像什么都不会了 常常为什么 别人都告诉我说 如果我不在的话 他很独立 可是如果我在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会 后来有人就告诉我 说因为他年龄 但是我后来检讨我自己 因为我什么事情 都帮他做好了 他其实可以自己做的事情 我都帮他做好了 后来就发现 这的确就是一种 这个妈妈呢 过分保护一个孩子的表现 所以也想问师傅个问题啊 因为很多人都说 这个孩子 因为很保 别人好像捧在手掌心里面 但是又说 儿孙自有儿孙福 所以该放的时候 就是该放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是个 最适合该放手的时机啊 这个就是说呢 很多是儿童专家 儿童心理专家 教育家 就是把自己的孩子 照顾过来 是 很多人呢 会谈 会讲 但是呢 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啊 所以男女的分寸 非常的稳 非常的短啊 相当不容易 这是就是主观的原因 是 好的 我自己没有儿生了 是自己没有孩子了 所以我在这里谈话呢 很持平 客观 因为 自己的孩子 所以自己的孤入啊 你就是不禁爱他 总是会偏爱 总是担心着啊 就怕这个孩子呢 怎么样子不懂事啊 或者是 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啊 或者是对自己的未来啊 不晓得 会 会怎么样的选择啊 甚至于孩子 交朋友 不管是交男朋友 女朋友啊 都是 都不会 干涉 但是孩子们 总觉得 他们自己已经呢 自己可能有主张的 因此 受到父母的干涉 甚至于父母的这个控制啊 太严格的话 可能 对孩子不是很好 在我认为呢 不是不仅仅是现代的人啊 在过去的人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孩子 稍微长大了以后啊 最好能够 让他自己有多力思考 的能力 或多力思考的机会 要有啊 多力自己处理 自己的 事情的啊 习惯 你尊重他 然后呢 让他好好地 直接啊 经过任何一样事啊 都由他 直接思考一下 然后父母从旁啊 不是干涉他 做他的顾问 做他的朋友 跟他聊聊天 看他有什么困难 父母有什么 要帮忙他解决的 就是交朋友 也是一样 有些人 特别是 交着异性的朋友啊 父母是特别的担心了 这怎么得了呢 不仅仅是女孩子 交了男朋友 就是男孩子 交了女朋友 父母也是不放心 其实呢 你不放心 也得放心 只有从旁啊 给他催边 那主意帮他一点忙 觉得不能强 不能强迫他 你强迫他的时候呢 他做什么事 你强迫他 叫他不做 或者是你喜欢的 你一定要他做 可能孩子们呢 是不愉快 因此而产生叛逆 的现象 环保要从小处做起 健康从喝水开始 为地球赔福的环保礼仪 西达多随身水湖 让身心和大地都微笑 我相信 所谓的叛逆 你怎么应该的关系 我是觉得 照刚才师傅的说法 小孩来是 为了让父母 一种历练可以成长 那照这个来讲的话 我好像还没有成长 我还是婴儿寻 因为我的女儿 因为我的女儿好像 我运气特别好 她一向就是很乖巧 书也读得很好 那因为她我们 她是等于在国外长大的 所以我们母女相依为命 可是好像我从来不觉得 溺爱她 就是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 觉得好可怜 因为大家 我每次过年的时候 人家有年可拜 有亲戚可上 我们好像都没有 就觉得很孤单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 使我跟她更接近 而且我先生因为她公事 一天到晚都在出差 所以我不厉害她 你很有福报了 在我们来讲的话 你很有福气的 谢谢 不过好像磨练不够 如果我有一个师父 说的逆行菩萨 也许今天我会帮助我的成长 当时呢 因为这个孩子非常好 所以你不需要太多的挂心 你的才能可以 你的时间可以发挥在 更多的小菩萨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作家 谢谢 所以也要感恩她的孩子 对呀 不过我的女儿对我有一个 她说她唯一觉得 很欠缺的 就是觉得我太自私 因为我只有一个小孩 她没有兄弟姐妹 那这一点我想 她讲的是很有道理的 那个我希望观众父母们 不要学我们两个人 因为他们真的很没有办法 我认为呢 这个一切要比较自然 比较好了 还有呢 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个人呢 不要有这个负担太重了 但勉强的事情不要做 如果是只有一个孩子 本身就是一个孩子啊 后来就没有了 那不是就这个样子吗 是自然的吗 如果说孩子来了 而且不要他 要打掉他 那是不好的 如果当时子弟的生活环境 不许可 有子弟更多的孩子 那就跟有孩子 也是没有关系啊 不过呢 有的多生子 或者是多生女啊 他们倒是反而蛮好 他们子弟啊 没有跟弟弟妹妹比较啊 计较啊 打架啊 吵架啊 但是这种情形没有啊 那么像我 这个兄弟姐妹相当多了 我是因为是最小一个 没有人打我了 但是呢 我知道我的姐姐 我的哥哥们啊 他们会打架的呀 小的时候吵架了 打架 但是我很幸运啊 我小 所以是呢 没有人打 没有距离我的这个哥哥弟弟啊 哥哥姐弟弟啊 是 所以是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种情形 对孩子来讲 也可以说多生子 多生女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这样说我就稍微幸运 谢谢阿米姐 师父我们想请你总结一下 就是说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 那个人心惶惶 然后 我想请问的 我想请师父总结 就是说有一 那个 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孩子 是不是因为受到了这个父母 他们不好的影响 那这种恶元能不能够避免 孩子有暴力倾向 不一定就是父母的 当然父母有责任啊 没有好好地啊 这了解孩子或体验孩子啊 遭关怀孩子啊 但是孩子有暴力倾向 有的时候他是受了社会的影响 同学的影响 还有呢 学校里都可能有一些问题啊 还有呢 这个许多的媒体啊 也有关系啊 觉得好像责任重大 所以是呢 孩子有问题 不是仅仅是父母的关系 但是呢 父母要 常常地能够啊 关怀孩子 发生了一些什么 心理上发生了什么 孩子觉得怪怪的时候 应该不管他 孩子觉得很苦恼的时候 你就不去了解他 那可能孩子会产生了 一些暴力事件 在家里边发生 在外边发生 这种不幸运的事啊 对于父母关怀 父母的照顾 是应该还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叶小姐 谢谢郑连师傅 校园伦理啊 要使得 这个师生家长 各受其分 各见其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